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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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烟的感觉 类似那种形式 所以叫炒烤肉 那就是火一直要比较大 火要大 明白了 去师傅也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家里没有那么专业的那种质子 就可以用普通的平底锅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凡是要吃这东西 有点烤的概念的东西 一定用平底的 这样它水汽就蒸发掉了 如果我们用锅的 它有点水汽全流到底下去了 您不信心 您用这个炒和您用锅炒 完全两概念 您用锅你多热的感觉 最后它还是流汤出来 汤永远在底下 它往底下流 这个平摊着 它一收热 它挥发了 明白了 这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有平底锅 要不然就别想吃这个菜了 很关键 我们把香菜切成小寸段 这个菜其实食材倒简单 就是肉食的料肯定得准备 牛肉或者羊肉 然后其他的配料 还有什么呢 香菜 香菜 再一个葱 葱很关键 葱对了 葱也是切成丝 这个不能切太细 想想我突然想不想太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肉了 这个葱和香菜是在什么过程中放 最厚的时候 没有 我们在腌肉的时候就得放 我对前面还要腌肉呢 对 嗯 是不是腌肉的这个过程也跟我们要做烧烤的感觉很像 对 它其实都得先提前腌制 葱的量还真的挺大的 对 这必须得葱两把 嗯 这个 嗯 其实我们那个葱叶不能使吗 葱叶呢 就没有葱白那个香气大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那个葱香味有点类似于葱爆的感觉 我们先呢把这个肉呢我们腌一腌 嗯 来个大的家伙事 刚才屈师傅说了啊 这个这道菜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个肉食的食材要提前腌制 对 这里头呢我们要把这葱放下去 嗯 全部都放下去 然后呢香菜啊 放把这梗什么的放下去腌制 最后留一点点这叶子 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来点 挑进去 挑进去就完了 好 现在要往里加调料了 嗯 要给它腌制入味了 嗯 首先加这味药是很关键 不认识 虾油 虾油 这跟我们炒菜用虾壳熬出那个跟油炸出那油是俩干的 那是红红的 红红的 那个是用虾壳炸出的红油 叫虾油 今天这个是不一样了 这是我卖的一种调味料 类似于酱油的一种东西 叫虾油 就是有点像鱼露之类的 对 就类似于这个鱼露是拿鲜鱼肉腌制而成的 这个是拿鲜虾 那用盐来腌制鲜虾 长时间腌制以后通过蒸馏最后出来的虾油 所以你看我们来一点点提起鲜味 咱们这不是吃的肉吗 干嘛还要加点这个 还有吃的 还有回味 有鲜香之美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再来点老抽提起颜色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名菜名厨 它能让你吃一次一辈子都不忘了吧 它有的时候就用一点这样的东西 料酒 一点点 葱姜 葱姜汁 我们来一点点 这个时候记住这水不要加太多了 太多了 一会您炒起来的时候就全出水了 整盒这个菜的制作过程当中 避免水多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一点 我们来点糖 提点鲜 最后来点香油 再增增香 这个得腌多久 因为我们这片切的很薄 腌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行了 我刚才是想说 对 您说几火爆炒 有的时候来不及一样一样 放调料 我们先调个碗汁 对 这个事不能拿碗汁解决 但是今天 不行 来不及了 所以最后 碗汁都来不及了 最后你看见没有 我们就下手了 得把它葱 香菜 这种香气的味道 给揉入肉中 把我们下的这点香油 香油 糖 葱姜汁 我们就给它揉进去 下面我该开始 要做到什么 用羊尾油了 这个平常上哪找 咱们一般市场都有卖的 卖牛羊肉 有羊尾油 我们再开始 我们再切点姜蒜末 切点姜蒜末 话说那样的 这个羊尾部分的油 是味道其实特别重的 对 这个姜蒜是我们要 泡锅里用的 没有 一会全割下去 一会腌着 还是腌那个 让它的味道再浓一点 这个干嘛要长得那么细呢 鸡粮 便于它入味 也抓不抓吗 抓住 但是您看吃炒烤肉 在那种蒸的馆子里面吃的时候 它最后是等于大家是在火煤面 然后锅还冒着气 就直接像扇羊肉那样 现拿过来现吃的 我在家里 它怎么能保持它这个热度呢 一会我们用个铁板 这个铁板 其实家里都买起来也很方便 这还挺专业的 弄块铁板 家里吃个铁板菜 干锅菜 你就拿它当干锅也没毛病 对 收给了点热度 这个比较简单 底下垫块木板 不会烫坏您的桌子 那我们这个现在是要加热吗 待会我炒的时候 我再加热 先搁在火上 先架着 一会说走菜的时候 咱们一加热就行了 那么这边 我们把羊尾油 我们切一切 买回来是这个样子 对 这个温度要是室温特别高 它过一会会坏掉吗 这个 这也坏不了 你得熬才能坏 再能这样 要用这么大一块吗 咱们耗完了用不了那么多 你可以留着 每天做别的菜的时候需要用的时候来一点 还有什么菜能用到这个 人家清真菜炒菜离不开这 那倒也是 是吧 就跟过去咱们用大油一个道理 这个东西有的人喜欢吃这口 就万一你要买了这么一块 然后今天没用完 你接下去就多做一点牛羊肉的菜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其实跟耗大油一样 耗完了搁在那放一冷 你稍微凉一点的放冰箱里了 你哥很长时间都坏不了 有时候做底油它是很香的 对 你给它耗干了就可以了 好吧 行 我们先耗耗油 好 耗一耗这个油 意思就是说把它化开 对 化开 来一点点水 所以这个菜我们就是什么 塑拉油这个油 哪油全不用了 不用了 耗这一点羊油就行了 为什么加了点水呢 这样它不容易糊 这样耗出的油比较白 你家里头便于保存 是吧 加一点水挺重要 对 原来您教我们炼油渣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加一点水 底下一开水 对 这样比较快 因为水本身就是开的 稍微一耗取水分一挥发就取了 因为羊油的这一块量还是挺大的 所以它其实真正化开以后那点水也不会真的起到稀释它的这种作用 人家一会儿它就挥发了 这点水气很快 有道理 这还不行吧 不行 最后一定要只是剩下干干的油渣 对 一定要把油渣里面的水气就炸干了 不炸干了 这里油里带着水你就很难保存 过几天就酸败了 所以一定要给它炸着 你看上颜色了 对 已经变色了 变色了 你看 其实我关小火了 这时候就 就靠这个鱼下的油渣来把它最后的这一点 最后把这点油给它全部炸干 但是千万注意别炸糊了 好 现在我吃不下滤一下 现在就可以了 是吧 来吧 走着 点火 我们把这个铁板也烧一烧 同时烧到那边铁板 对 把这锅我们也烧一烧 这个一定要什么 要想这东西出来的嫩 炒的时候要什么 一火力要足 再一个肉片要薄 再一个翻炒的时候要快 才能保证它快速成熟 而且还有什么 还能吃出这种炒烤的味道 肉虽然薄 火却要大 于是时间就要短 对 那还要 对 怪不得我们要提前这么长时间腌制 所以一定要把锅烧热了 锅热了以后 热锅热油 然后再去下 那一旦下去就是几下子的事了 就是几火快炒 您滴了几滴是为了想看 看看行不行 对 铁板上我们还用刷点油吗 是不用了吧 不用 来 我们来点 羊油 放下去 锅已经烧得很热了 你看 一定就烧热了 下了羊油了 下了羊油了 好 这锅 这温度差不多了 有点热了 你看 但是你看这油得让它有点小冒烟 有点小冒烟 这时候差不多了 一定要到冒烟的时候 大火 热锅热油 热油 片薄 禽酸 禽粑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体现出这个筷子的好处 对 它能够帮我们把这个肉很快打散了 打散了 让它不要粘连 然后把葱 椒 蒜 这种味道 融为一笔 来 把那点香菜 最厚了 把这点香菜放下去了 我是不是该把那铁盘取过来 我来吧 好嘞 这就出锅了 走 出锅了 这个老北京的炒烤肉 我们都做好了 好嘞 看 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铁盘 加热过了 对 这样它就不容易凉了 是吧 有点热度 如果说您还想它热的话 把这铁盘烧得热热的 网上一放滋滋冒响的 这就挺好 那就更香了 最可洪亮 任为香浓的老北京炒烤肉做法是 第一 牛里肌肉横切成薄厚湿度的片 放入葱段 香菜 虾油 老抽 料酒 葱姜水 白糖 香油 蒜末 腌制十分钟 第二 锅中放少量清水 小火熬至羊尾油 滤出备用 第三 平底锅中倒入少许羊尾油 倒入牛肉 用长筷子 开大火翻炒 出锅前下入香菜液即可 咱们学完这道菜以后 赶紧抓紧时间再学一个小菜 然后就拿酒来下菜 好 好 我们好吃不懒做 下个菜再见 好 天天锦囊 酸甜开胃的蜂蜜柠檬茶做法简单 美白排毒还防辐射 对于天天坐在电脑旁的您来说 再没有比它更适合的冰饮了 制作蜂蜜柠檬茶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蜂蜜 柠檬 盐 做法是 一 用盐搓洗柠檬表皮 用清水中洗干净 擦干后切成薄片 二 搅一个密封的玻璃罐 一层蜂蜜 一层柠檬 直到甜满 放入冰箱冷藏24小时即可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服务网手艺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有机关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意菜